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6-2.7卡池确定 两大人全卡复刻陪跑 2.5灵莎卡池首日流水首爆 超猫鹰挂零 排名直接飞榜 2.6-3.0卡池顺序决定 流营复刻时间曝光 双形态角色来了 新虫铁道2.5下半卡池的灵莎 托帕已经登场 各位开拓者们 是不是也都已经抽到了呢 接下来则是 2.6卡池新五星角色乱破的登场 以及多位五星角色的复刻 本期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 2.6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 2.6卡池的新五星角色乱破 官方已经官宣 就不多说了 复刻角色的话 就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2.6上半卡池登场的五星角色是影乐 下半卡池复刻的五星角色 分别是黄泉、杀金 两大人全卡复刻还算比较香的 也是目前说法最多的版本之一 当然了 有关于2.6版本的前瞻直播会在10月11日开启 到时候就知道会不会翻车了 而说起后需要2.7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星期日 SP亭云这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 其中星期日在上半卡池 SP亭云在下半卡池登场 复刻角色的话 除去2.6卡池会复刻的影乐 黄泉、杀金外、2.7卡池流营 波提欧大概率会复刻 不过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大家看看就好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后续的3.0版本中 也会有更多的新角色登场 根据网传的消息来看 会有一位双形态 双命图的角色登场 本体和交换物联动 一面C一面斧 这么来看的话 应该是3.0版本的主推了 至于是哪位新角色暂时并不清楚 感兴趣的开拓者们 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 当然了 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 还需理性观看哈 随着凌莎的登场 2.5下半卡池 首日第一波流水的数据 也终于是出炉了 本期就2.5下半凌莎托帕卡池 首日流水相关 一起来看看吧 而说起2.5下半凌莎 托帕首日第一波卡池流水 超某英的情况 目前来看的话 依旧没有超某英 并且还有一段距离 也就是所谓的挂零了 不过也能理解 凌莎作为加拉赫的上位 对于玩流营超击破队的玩家而言 可以说是必抽的 当然了 缺少生存辅助角色的玩家 也是可以考虑抽取的 破帕的话 则是按需选择抽取即可 至于新铁本期卡池流水 在各国 及地区的排名情况 也终于来了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 直接看上图 可以看到 截止到目前 各区服的排名 并不是太理想 国服的话 目前排名前十位上榜 排名第一的是 王者荣耀 其次是和平精英等游戏 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觉得怎么样呢? 除此之外 就是本期卡池角色抽取的详细情况了 废话不多说 如图所示 截止到目前 一共是出货了444支灵沙 71支托帕 两个角色的抽取比例在6.25 一左右 流水基本上全靠灵沙 不过还是那句话 毕竟只是第一波流水的情况 具体还得看后进怎么样 四星角色中 出货最多的是米沙 其次是桂乃芬 最后是纳塔沙 陪跑的四星角色 就没啥说的了 算是比较正常吧 所以说 各位开拓者们 是不是也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了呢? 星穹铁道 2.5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灵沙 已经登场 同时托帕也已经复刻 各位开拓者们 是不是也都已经抽到了呢? 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 2.6到2.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2.6卡池除了新五星角色乱破的登场外 复刻角色的消息也终于来了 目前已知的是 2.6上半卡池陪跑的五星角色是影乐 下半卡池则是杀金 黄泉两大人全卡角色复刻 还是非常香的 而说起后续2.7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则是之前提到的星期日和SB亭云 其中星期日在上半卡池登场 SB亭云在下半卡池登场 有关于两位新五星角色的定位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疑似和后续两大星体系有关 极有可能是当前版本的两大人全卡角色 不过具体的技能还不确定 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 后续的相关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 在某站还有星穷铁道造物大赛的活动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在10点1减10点7日活动期间 各位开拓者们也可以完成任务 领取60星穷的奖励 文字腿也是肉 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去参加哈